第千灵二十八集 年轻男子冷漠地问 你是什么人 敢来我八井宫搅闹 我无以冒犯 从空坠落此地毁了山门 也凡解释 别多说了 你毁我山门伤我童子已是大罪 罚你为奴再次为我守护山门三年 起码放你离去 你可服气 年轻男子背负双手 语速很慢 但是却很有力 如一口金钟在回响 他根本不给人多说的余地 像是一个上位者很有威严 直接给叶凡定下罪 在此为奴服役 你以为自己是谁 让我为奴 为你守护山门 叶凡沉下脸 但心中也很惊寒 这个年轻男子真的极度强大 体内血气如注 如上万条针笼在游动 哼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难道要我亲手震死你吗 年轻男子眼神冰冷 立于牙壁上 居高临下 俯视一叶凡 我只想知道 八景宫的主人 是否为老子 哼 此地为我家主人所有 那个童子 目光阴寒 无比仇视 你们是谁 我大雄隐天德为八景宫主人 我意在玄都洞修行 名为隐天志 让你知晓 免得亡死而不知 你一个小眼村妇 还不快过来 见过我家主人的亲弟弟 不知死活的东西 啪的一声 也凡出手 金色的长纸如一轮 金色的大墨牌一样 闪烁刺目的神经之光 一下子就抽了出去 那个童子惨叫 满嘴牙齿飞出鲜血流淌 根本避不过 横飞出去几十丈远 撞在了一座崖壁上 出现一个人形深坑 你是在找死吗 敢在我八景宫出手 隐天志脸色当时阴沉了下来 无比强势 俯视叶凡 一步一步逼压了过来 那个童子 半边脸骨粉碎性骨折 艰难的挣脱出压臂 猙獰咆哮 说天下谁不知我家主人 将来会天上地下无敌 你竟敢来此找死 叶凡而今 可与皇主并论 圣体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可谓极度恐怖 天下都可去 自不会有什么忌惮 啪的一声 他反手又是一个耳光 金色的大手探出去 竖十丈 将童子又抽飞了出去 另一边脸骨也粉碎 再也说不出话来 眼中充满了巨意 这个童子重伤之下 化成了一头青色的野蛟龙 盘踞在一座山崖上 再也不敢吐出一语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你在我八井宫前这样放肆 今天别想善了 想要活命 在此永世为奴吧 是吗 我想看看你如何留下我 叶凡很从容 一步迈上高空 与他相对 隐天志突然一正 而后露出金色 万物母气的气息 你身上有玄黄精脆 叶凡心中一灵 这个人的灵觉太强大了 连收在眉心内的顶 都能感应到 好 我大兄想祭练出一尊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正在寻万物母气 不想你送来了此物 隐天志说的理所当然 认定一叶凡图坐驾一 上门送宝 袒出一只大手向前抓来 瞬息遮拢了天地 叶凡一惊 此人的肉身也不知有多么强大 似乎用无上圣物洗礼过 竟然轻轻一铲 就压塌了天穷 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巨异 身为圣体 天生无惧近身攻击 当时就迎了上去 砰的一声 两人大手交集 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隐天志的肉身 如一块永恒不朽的神筋一样 坚固不坏 这样强大 叶凡心头巨跳 这是他出道以来 所见到的最强大的肉身之一 我已不死神皇血洗身 除去我大胸脉 今日第一次碰上一个 可与我肉身抗衡的人 竟然没有将你拍碎 隐天志也极度吃惊 黄血沸腾 他一声大喝 浑身赤霞冲销 被一层不死神皇血笼罩 肉身无比的坚固 死可永世不怀 叶凡一声冷笑 当下也不再保留 黄金血液沸腾 气罐长空 一条金红自天灵杆冲起 打穿了苍穹 噗的一声 绝世肉身碰撞 一道血光冲起 隐天志的一条手臂 被叶凡生生的撕了下来 一声凄惨大叫 你 他快速后腿定住身形 指右臂之血再生而出 今时 我斩了你 隐天志的断臂 止血 目光森寒 一声五色龙衣 烈烈作响 竖发紫金冠 熠熠生辉 他神色相当的凶宁 自他出事 除他大胸外 还没有一人 能以一室压他 肉翘对抗 抬手扯下他一条手臂 这让他浴血灌脑 他一直点来 整条手臂 都成为了赤红色 腿成一只黄齿 瑞华冲起 赤霞刺眼 一叶凡 侧身避过 妖艳的红光 与其擦肩而过 洞穿一座石山不止 神红掠空 连穿三十六封 全部刺透 只动魂元 前后透亮 这一纸威力极大 凝聚了一丝不朽的神性 肩不可阻 脆酷拉朽 可灭万灵 隐天智 瞳孔血红 如两把磨刀一样射人 气势如虹 十指齐张 赤霞一道又一道的射出 每一指头 都如一把赤霄剑 鲜红雨滴 晶莹刺眼 神忙如烈 将这片小世界 刺穿的不成样子 叶凡 碧其锋芒 仔细观察后 双手捏印 果断出手 樊天隐 直接盖了过去 一声巨响 整片天穷都翻了过来 这是人族不传之大道神意 修者对道的理解越高 威力越大 大印如青天 四四方方 如天地玉玺 坠下来一样 摧毁万物 如一条又一条 龙气垂落 也不知道 比当年强盛了多少倍 党者披靡 樊天义 如天轻浮 一击之下 所有赤霞 都成过眼烟云 皆为灰烬 全部打灭 隐天至被压的骨头 嘎吱作响 横飞出去几十杖 撞碎一座石山 被埋在了下方 他以不死神皇血 欲身肉翘恐怖的 可以称之为变态 在同龄人中 很难找到 可与之并论者 而今却被反压 叶凡跟进 手捏人王印 如人族之主 君临天下 这一大道神印 铺天盖地 打得十方俱灭 将这座碎山 从地面抹平 连残渣都没有剩下 这块大地寸草不生 什么都没有了 光秃秃一片 巍峨谷月消失 远处 那条野蛟龙 又化成了童子 精的目瞪口呆 脸色雪白 隐天至的肉体 喝气强大 连八井宫的主人 都赞许过 而今却被人力压 这是什么变态的体质啊 难道是主人口中所言的那种 传说中的古老粘地体 童子大惊失色 如果隐天至死掉 八井宫的主人出关 连他都会有弥天大祸 上天入地 都难逃一死 远处地层断裂 石块如狼烟 朝着高空崩飞去 茫茫一片 遮住了日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